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个《适量论》 下面讲 我们依靠身体来产生形式 不合理的 这个道理 通过各方面来宣说 就各方面来宣说 宣说的时候 前面身体的有法和知法 整体或者知分来产生 这一点是不合理的 整体来产生的话 前面也讲了 特别不合理 其实整体跟分别 只是在因明当中比较特殊的法相 整体和知分是特别的法相 因此在很多《逸命论》里面 称为中相和别相 中相和别相 如果我们分开讲 它有好几个类别 所以作者 法陈论师为了明白 这些中相和别相之间的差别 在这里也叙述了一些其他的知识 这里为什么跟前面的身体和心 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一些道理为什么先讲呢 讲的原因就是这样的 前面也是跟外道的 所谓的功德 事业 还有尸体和功德之间的差别等等 作为对方的观点来进行破斥 作为进行观点来破斥 那么我们今天以笔所理 以己所语 说他们的道理 还有讲比喻 这个分三个方面 一个是劝法 诱法之名称 劝是这里劝诗的意思 也就是说有一种名称 叫做诱法的名称 还有劝法的名称和劝有法的名称 这个名称有两种 这是在音名当中 特殊的一种俗语 大家可能以前 也许没有听过 还有劝和劝之之间的差别 劝是指的中法 劝指的别法 我们前面也是这样的 劝法是指的中法 有法指的有法当中比较特别的 也就是说执法 别法的一个名称 那么以一笔他教也同达 分三个方面 其中第一者就讲 欲知未必者 不应诸其欲 有为智之具 能劝十一法 这样都是劝法的名称 然后劝以一切因故为智具 即劝有法名 他这里主要是讲 劝法的名称和劝有法的名称 讲的是两种概念 这两种概念 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也经常用 只不过经常没有特别的留意 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经常用 但是这个是没有特别的留意 所以在这里特别的要 先讲这两个概念 那么第一个概念就是说 欲知未必者 不管是我们要认识任何一个事物的话 这个事物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梵体 比如说无常的梵体 有为法的梵体 还有所作的梵体 以及它是世界的部分梵体等等 每一个法方面 有特别多的梵体 那么这些梵体 你要想知道它 你要想真正知道 其中的一个特点或者违逼者 其中你觉得是部分的特点的话 那么在你表达的方式上面 你如果没有印出 不印诸旗语 只印出其中的一个梵体 其他很多的梵体 并没有印出来 旗语的这些梵体 没有语出来 其中只是一个梵体 作为重点来表示 那么这个就叫做全法名称 也就是说有为智之聚 比如说我们守之的聚足 守之和聚之间 实际上你只要聚足守之的话 那么聚和守之应该说 在本体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比如说牦牛的聚足 或者瓶子的聚足 或者咒子的聚足等等 这样说的时候实际上 聚足跟这个物体 这个食物应该说 有一个彼此之间的关系 然后在我们听者的耳力也好 听者的耳力也好 或者说者的感觉上 好像守之之聚足的话 守之和聚之应该是分开的 也就是说你在表达的时候 我的守之的颜色 或者守之的聚足的话 好像这两个是分开的 实际上它指的是其中的 守之的部分 守之的具足 并不是讲的是守之的颜色 也并不是讲的是守之的无为法 也不是讲的是守之的其他的特点 这个叫做差别法 那么差别法上的 差别式和差别法 我们经常一名当中就讲 比如说这个瓶子叫差别式 瓶子上面有瓶子的颜色 瓶口 瓶味 瓶腑等 很多很多的这些差别法 叫做瓶子的差别法 差别式上面的差别法 表达的时候可以说 差别式和差别法好像是分开的 但实际上除了差别法以外 没有差别式了 可以说在这个场合当中 应该是这样的 因此能全十一法 你在全表的过程当中 好像是差别式和差别法是分开的 但实际上这里面是没有分开 只不过你在这里表示的时候 差别式的某一个特点 作为你这次所表达的内容 这叫做全法之名称 全法之名称 这都是差别法上面的一种法 单独一印出来 然后给它进行分析 这叫做全法名称 这种名称叫做全法名称 全以以一切故为知觉 如果我们在表达的时候 全说了一个意思 这一个意思实际上是 这个物质上面的所有特点 全部已经同时营养出来了 没有排除其他的 只是该自己有的所有东西 全部都已经营出来了 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权有法之名称 也就是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 智举 智和举 中间没有连接词 智举 就是手指的举足 也就是说 我们平常说 像瓶子 柱子 牦牛 那么这些的话 其实一说牦牛的时候 这个名词将所有牦牛上面的特点 全部具足了 然后如果我们说是牦牛之脚 或者牦牛之身体 那么牦牛的部分特点印出来 所以后者叫做全法之名称 前面全有法之名称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知道 前一段时间分析的时候 你身体的优法当中产生 还是身体的优质法当中 或者它的脂分当中产生的 那么我们所谓的优法 指的是整体 在名称上也经常有这样的优法 全优法的名称 全有法的名称 实际上能劝表说明 它的所有特点和差别 全部都会洗净在里面说出来 所以我们说人的性格 虽然跟任何性格 是字面上好像分开的 但实际上这个性格就是人的性格 应该在某种场合当中 在这里面的任何性格是一体的 但是表达的方式上面 确实也是不相同的 人性格或者人具足的话 这个是合在一起的 相当于我们称呼 品质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上面 我们经常集权优法 这叫做优法的名称 因此《量力宝藏论》里面 只是提了一点 说得不是很清楚的 而我们《诗量论》的后面部分 这个名词 其实我们这次学的只是《诚量品》 应该说是第四品 还是什么里面 讲得比较多 有些地方 诚表优法和法名称 还是比较难的 但是尤其是在你辩论的过程当中 很需要了知 否则你在稍微有一点 没有表达清楚的时候 别人容易抓住你的这种毛病 因为你表达的过程当中 本来它是劝法的一种名称 你用劝优法的话 别人马上发现 你在这个地方表达有毛病的 然后你如果反过来说 本来这是劝优法的名称 然后你用劝法的名称 也是不合理的 其实英明学的话 应该我们很多人在分析问题上面 就是非常究竟 学过英明的人 一般不管说话也好 演讲也好 还有写文章 包括一些辩论 那这些场合当中 他的语言很轻言的 一般都是找不到他的一些过失 这也是从表达的一些意义上面 也有一定的技巧 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 讲到了有法的名称和法的名称 下面讲全具和具智之名称 刚才是全法和有法之名称 这个大家应该明白吧 实际上这也是跟我们前面讲的 整体和智分的一种差别 学过英明的人都基本上清楚的 具和具智的差别 推理的方式跟前面应该是相同的 比如说我们前面的说法 也是中相跟别相 我刚才不是跟开头的时候讲了 中相和别相应该比较相似的 我们说瓶子的话 那么就是中相 净品 音品 别相 中类当中的部分 但是跟这个不同的话 前面讲的是一个法上面的某种特点 这方面跟中相 别相 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所以在这里下面讲 这个就是讲 具和具智之间的差别 这个就是讲具和具智之间的差别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比如说要表达一个瓶子 或者柱子 任何一个名称的时候 其实像瓶子来讲 瓶子的整个它的组成元素 按照俱舍论的观念 有八种围成 学过俱舍论都知道 四大上面加上 有时候有声音 有时候没有声音 如果声音加上 九种围成 那么这样的话 中共有八种围成组成的 这样的一个物质 我们说瓶子的话 实际上一说瓶子的时候 它已经瓶子的时候 它实际上排除了瓶子 有很多很多的具智 具智是什么呢 色 香 微 畜 还有地 水 火 风 八种围成 这八种围成 本来是八种围成组成的 但是我们给它 用一个瓶子的名称的时候 它已经好像表面上看来 排除了色法 它产生我们的识觉 如果还有不同的未成 产生我们的修觉 出觉等其他的 还有听觉 这些都可以产生的 但是这些能力 这些差别和这些能力 全部都已经遣除了 除色等离别过 彼等相同过 彼等相同过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色 香 微 畜 地 水 火 风 所有的未成 脂分的这些东西 它们每一个都有产生一个品质的 它能产生所谓的品质整体的果 共同产生的 色法也可以 声音如果有的话 声音也可以 还有香 微 畜 还有地 水 火 风 这些每一个元素 它共同能产生 我们可以装东西的品质 共同的果可以产生的 这个时候飞银 不是能装液体的东西的飞银 像柱子 像其他的这些东西 全部一一地排除了 那么排除以后 整个不同的 各种各样的聚集集合起来的 那么这种整体 也可以说是聚法 这样的一种聚法 世间的人们给它取名为品质 这个品质 相当于是所谓的钟相一样 我们在这里叫聚的名称 聚法的名称 其中它有集聚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八种微乘 那么色法就是它的一部分 这个叫做聚制 然后声音也是同样的 或者它的味道 所处 这些都是它的部分的东西 每一个部分的八种微乘 叫八种聚制 聚制是部分的意思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比如说一个整体的东西 它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之后 而且这些东西不是同一类的 就像我们人的话 它是一个种类 种的类别 然后人里面不管是男也好 女也好 侍女也好 还有有眼睛 没有眼睛 都是属于它里面的人类当中 这叫做类聚 类的种法 这里面如果有脂分 那么种类当中的它是脂分 这是我们下面会讲的 但是这个是聚法 聚法不通种类的 也就是说 刚才瓶子的一个物质上面 有这么多不同的 地不是火 火不是风 它四大也是 内部不是相同的 然后我们的色声香味 声音没有的话 香味出 那么这四种法 内部都是不相同的 有些能产生掩饰 有些能产生耳饰 有些能产生鼻饰 所以它们所产生的作用都是不同的 但是都是在 品质的本体上存在的 所以其实学到英明的时候 我们的思维能力更加细致 更加比较灵敏 有这样的一种作用 我们没有分析的时候 这就是差别 这个差别是什么呢 这是我眼睛看见的 但是实际上不仅是眼睛看见的 手也可以接触它的 如果我碰到其他东西的话 按照俱世论观点的话 它有九种围乘组成的 如果我在心里面 把它当作法的话 它给我产生一种直觉 心里面的一种感觉 心里面感觉的话 那它可以说是八种 九种 十种围乘 也可以这么说 它是一种法的乘 法的微乘的话 俱世论有个别的小乘法乘 法乘是有碍 无碍 识一识的得经 它是这样的 刚才说我们这个举 实际上瓶子可以叫举 那么这个叫做 举之名称 瓶子当中的 刚才前面分析的八种围乘 每一个围乘 瓶子的部分也可以叫做举之 就是它的一个质分一样的 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称为 用瓶子之名的时候 它可以用举的名称 然后固瓶飞为色 我们一说瓶子的时候 它表面上看来不是色法 也不是香 卫 醋等等 这样的一种名称 但实际上瓶子应该是 跟这个诊里面所有的综合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说它是雷 应该怎么讲吧 它是一种圈具的名称的时候 它自己在本体当中所有的这些具质 都好像抛开了一样 它没有直接说 那么这样的时候 瓶子并不成为 里面其中的一个主尘 比如说里面的色法 色法叫不叫瓶子呢 就是不叫瓶子 那么里面的地水火风的 地打 四打 地打 火打 每一个打 叫不叫瓶子呢 不叫瓶子 所以这叫做具重 我们其他的音名当中 一种具重和具别 具有一个重相和别相 那么具重和具别 实际上它是用一体的关系 也就是说 具重应该是名字 它们所有的重的名称 它里面的具别 具别的话 里面的这些 每一个元素都是不重类的 所以如果我们用数学表示的话 这个具重的话 它等于里面所有的这些 但在我们称呼的时候 它就不等于 为什么不等于呢 我们瓶子不叫 光叫色法 也不叫火打 也不叫水打 也不叫里面的每一个 其他的围成 这是具重和具别之间的差别 具是具会的具 具重和具别之间的差别 如果我们从劣别 那这样的话 瓶子实际上是 它下面有很多金瓶 银瓶 银瓶 铜瓶 木瓶 有很多很多瓶子 那么这些瓶子 在瓶子的类别当中 如果我们这个类 有重类和别类 那这样的时候 一说瓶子的时候 那么下面的每一个瓶子的重层 已经锁了 所以它们的类和具之间的差别 都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说人类 人类的话 人就是人类的重层 那么一说人的时候 所有下面的人 不管是黑人也好 白人也好 东方人和西方人 全部都已经锁完了 只是里面的不同而已 就像我们中相和别相里面的中相一样 但是我们这里具重 意识上是已经锁了 他们共同所产生的所谓的品质 全部都已经锁完了 可是在表达的时候 里面的每一个组成的部分 并没有锁 比如说金刚降魔咒 这里面有各个不同的 一些出家人 在家人 还有很多这种人 实际上已经说了 但是光说金刚降魔咒 是不是居士呢 也不一定 是不是出家人呢 他每一个别生 都是不会这么加的 如果我们作是 这是汉生的话 这个名称 它把所有的大生小生 所有的大生二生 所有的生 包括在里面 所以在医名当中 我们对中相和别相 也就是说 中和别之间的差别 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 具和具质 或者内和内质 人类的内 这个字 这之间的差别比较大 所以我们下面可能在讲义里面 孟宝仁波切 应该是分析的比较多 我没有时间详细地看 但是希望道友们 应该好好地看 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我想也是比较易懂的 没有像以前法尊法师 他们翻译的那样 特别有点难懂 没有这样的 所以医名本身学的时候 实际上还不是特别好懂 应该在我们辩论的时候也好 或者表达的过程当中 其实学医名很重要的 我最近观察 外面有些居士也给大家辅导 但是有些从来没有学过医名 稍微听一听他的课 里面都是能找到很多很多的毛病 很多很多的毛病 包括具业和具丝之间的差别 都可能不会分清楚 我最近看这里道友们辅导 辅导也好 或者讲考的过程当中 也发现一些问题 我想以后可能在讲考和这些 应该是换一种方式 不换一种方式的话 当然我们平时讲课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传统讲经说法的风格 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 但同时有些法师和有些居士 应该从内心当中的智慧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现在没有训练 训练在当今时代来讲是很重要的 训识值得老师给你教训 念要通过自己一定要再三地去念 如果你没有念的话 有些事也不一定是你完全能表达出来 像以前苏格拉蒂 苏格拉蒂是非常著名的思想家 他还是通过很长时间自己也是受训练的 后来听说他光是给别人 他上课的时候让别人的做事 光是受他还是要求他们要一直训练 训练的话过了大概是一个月的时候 好像百分之九十的人还在 过了两个月的时候 每天都是受要三百次 这样过了两个月的时候 百分之八十都已经在 然后再过了一年的时候 只剩下一个 所以我们有时候修行也是这样的 看大家的讲考也好 或者我们对别人的讲经说法 一定要有一种再三的训练 如果没有很好的训练 有些道友内心当中应该是充满智慧 但是第一个是他的胆量不够 上来以后 包括他的衣服都是一直 比如说我们让他演讲大概十分钟 他手上的稿子也是一直在发抖 然后衣服一直坐也坐不稳 一直是这样 但实际上只是一种淡量 就是一种淡时 也需要一种训练 同时我们在讲课的过程当中 可能我倒是现在这样想的 已经年龄到了这样的时候 给别人讲也好也好 不好也好 凡是现在这一生 已经就像成了西山的太阳一样 很快就离开了这个世间 也没有什么很多的要求 随意吧 我自己是随意的 但是我们这里有很多知识分子 有很多年轻人 你们应该从小各方面 包括一些演讲的表情 这也是很重要的 现在人们经常说 有些人虽然讲得还是可以的 但是一直看着虚空 有些看着地下 他同样说的是一个内容的 但是你的脸上的表情也好 包括手势也好 还有很多内心的表达方式 有一定的差别 因此我们世间人 对佛教徒的有些讲法 完全是特别的 古老或者传统也可能没有必要 当然我们讲经说法 并不是像世间人演讲一样的 非要让很多人 天天都是掌声 笑声 这样也不一定有必要 世间人觉得这是很好的 以前玉米波好像在北大 让他回来演讲 有些人说 他演讲四十分钟的时候 下面开始跟他配上欢迎 大概有二十四次 有些人说是一直这样的 有些当然上面有设计 有安排的 有些人确实也讲得很精彩 下面实在是忍不住 因为我们每次都是看到 有些人讲得特别精彩的时候 下面都是雅雀无声 大家都是很寂静的 一直专注他 到底讲的是什么样 眼睛看着他的表情 耳朵听着他的 但是现在很多在西方国家 觉得我们的视觉跟听觉 一般听觉占百分之二十 视觉百分之四十 所以人的表情也好 他的态度还是比较重要的 有些人讲话 包括我们讲话的时候也是看出来 有些当然作为一个出家身份 比较严肃的 这也是比较理解的 但是如果一直放不开的话 这种严肃也有一种束缚 看起来也是很紧张的 气也是传不过来 然后坐也是坐不住 然后一直很痛苦的 一会儿就开始叹息 上来了以后就第一个 这样可能到时候 所有的这些东西 不要说有新的一些创造和发挥 整个脑海里面是一空白 这样发挥出来都是很困难的 所以世间的一些名人 所讲到的那些知识那样 我们作为佛教徒完全跟他们一模一样 不一定有必要的 但我在想道友们讲经说法 还有一些需要进行培训 在培训的过程当中 看怎么样作者 包括高级班这边以后的一些 一个是我们过了金刚萨埵法会以后 你们负责人应该跟我提醒一下 一个是我们一个礼拜当中 提出一个温大的时间 这个也可能必要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 我们除了这个法师 跟大家打分以外 还要可能再花分比较小的 很多人可能需要现在进行训练 应该是我们五个人 三个人 多丑一点的话 都有机会 不然下面有些听着 有些人人都听着的 有些人并没有那么 如果自己讲的话 自己应该所有的力量 智慧 悲心 全部流露出来 给别人传讲一个特别殊胜的佛法 那这个功德也是无量的 我想再加上我们法师们打分的时候 有些法师 我在看旁边 可以说评委 法师也可以叫评委 但是在这个时候 有些法师我经常看 根本不听他在讲什么 然后也不看他 其实我们有时候 这个时间是很珍贵的 虽然每天不是很长的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希望我们道友们 大家都是很认真的 讲者也是很认真的 你像发菩提心也好 你度化众生也好 你所有的这些力量 可以拿出来给大家共享 我们法师也好 辅导员也好 其他人也应该认真地对待 同样的 其他各个班的法师 包括我们学会里面的一些法师和道友 辅导 在辅导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讲得好听 但是实际上全是自己的分别念 跟法译一点都不挂钩 这种讲课 我们都不欢迎 说实在的 我前一段时间也讲了 包括我们的一些辅导员 前面的法师怎么样讲 下面去重复 以前上师如意宝给我们 每一次讲课的时候 他下完课以后 有一个大的辅导 刚开始的时候是九王堪布 后来是嘎多堪布 嘎多堪布也是基本上 法王刚才所讲到的这个是重复一遍 其实很多人 不管是法师讲得好不好 都是再次地稳固 再次地去传习 因此我们现在学会里面 极个别的一些居士 他们辅导是什么样呢 他们自己想什么 我原来听说 有一些《入菩萨行论》的辅导 《入菩萨行论》的辅导 他自己去乱讲 这不是什么真理 即便传承也没有 他看也没有看 只是跟大家喜欢的一些 说说小小 说开玩笑 那这样就没有什么价值 没有什么意义的 偶尔跟大家说一些 为了大家不生起厌烦心 稍微说一点 确实也是有必要的 但是我想很多人要通过很长时间的真正讯息 不要应付而已 这样应付的话 我觉得也是没有多大的意义 当然我们法师在讲经的时候也好 辅导的时候也好 一定要第一个 要明白他的内容 然后你就可以讲出来 讲完了以后 让人们可以听得清楚 否则自己对内容都是 含含糊糊的 迷迷糊糊的 根本没办法表达出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以后 现在所谓的佛教团体 我们这么多人 每个人应该有能力 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是 非要以堪布 有一个法师来认定 你要得什么什么学位 不是这样的 但是每个人 包括自己默默的训练 这也是可以的 你讲《入菩萨行论》 自己对自己慢慢地培训 这样也是可以的 我们世间人都是 他为了一个成功 多少次培训 以前在西方这边 柯比还是谁 有一个求行 他很出名的 他都是为了自己 有一些动作的训练 训练十万次说的 我们佛教 弘扬佛法的过程当中 其实很多智慧 可以引发出来的 强迫性都可以引发出来 你原来不是口词伶伶的 说话也不是特别的秘密 但是你后来通过很长时间的训练 你应该有弘法利生也好 或者讲经说法的 真正的才能 或者是有潜力的 所以我想第一个我发现 我们学因明也好 很多事情 包括说都说不清楚的话 那么不要说弘法利生 包括对下面的人也许可能 有一些误导的很难说 以前世间也有这样的说法 如果说不清楚的话 下面都是反而误导 他们说 以前讲解师下面的有一个人 他犯了一些错误 然后讲解师特别不高兴 喊到他自己的身边来寻斥一顿 后来这个人一直给他辩解 一直辩解 后来讲解师说 你要抢毙 实际上他认为该抢毙了 委员长把他抢毙了 他就完了 他回到家里以后特别伤心 然后过一段时间 他没有什么消息 然后他找卫士 为什么现在一点没有消息 到底怎么回事 结果他属下的人说 不是说是强毙力 你是强词堕力 强辩 当时讲解师没有说清楚 他也没有听清楚 所以有些法师有些讲课也好 说话的过程当中 反而本来是得涅槃 涅槃 涅槃 有些根本说不清楚的话 那么下面的人 反而有经常无道的现象 这是一个事情 当然我们法师们 光是让别人培养的过程当中 这是一个讲经说法的材料 这是不合理的 我们刚才不是刚刚讲了 瓶子成为瓶子的话 其实这个瓶子 有八种未成组成的 那么我们弘扬佛教的一个人才 他不仅仅是口才 口才只是他的一部分 这一点一定要懂得 我们现在有些人 拼法师也好 然后选辅导员 包括汉地现在有些 菩提学会里面有个别人 选辅导员的时候 这个可以 这个口才还不错的 他说话很不错的 光是会说 不会做的 我们人有四类 有些人会说 不会做 有些人是会做 不会做 有些人既不会说 也不会做 有些人既会说 也会做 有四种人类 所以我们只是会说的 但不会做的 天天都是夸夸起点的 我们原来有个别的 我这里不点名 有个别的辅导员 今天在居士团体里面 大家都好像很开心 很不错的 然后明天到那个场合里面 大家都讲得很好的 但因为他不会做 内心当中也没有什么 真正的佛教的知识 过一段时间 他自己也退出信心了 这种人是没有必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弘扬佛法也好 修行人的话 他其实具足很多的条件 一个是他的口才 他的智慧 还有他的悲心 他的人格 他的道德修养 他很多利他的法性等等 很多功德具足的时候 我们才能把它选为真正的 辅导员也好 还有很多 所以你们法师 培养人才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只是看重 这是相貌专严 应该很不错的 这是很不错的 你看 你很好看 什么什么 有些人 你很会说 你会说就可以了 有些人说 你可能有利他心 但利他心是很难的 刚开始舍得 如果没有他心痛的话 那真正有些是相似的利他心 有些是真正的利他心 所以日久见人心 路要指马里 慢慢慢慢觉得 哇 这个人确确实实实 当然我们十全十美的人 不要说末法时代的时候 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也是很难找到 但功德 华智仁波切也讲了 应该功德多于过失 我们人当中应该有这样 所以希望法师们要好 还有居士们以后 在佛教当中要挖掘人才 非常重要 这个对当前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人才并不是 人才不等于口才 这一点大家应该注意 否则有些人一直认为 人才等于口才 那这样口才好的人 选出来认为是人才 这一点我们看看嘛 现在清华北大 很多高等大学里面毕业出来 表面上看来分数很高的 现在中国这边只是看分数 除了这个以外 其他任何的德语方面 基本上都是没有忠实的一种规则 没有规则 你看考试的时候 你只要分数过关 然后你做一个面试 表面上讲讲讲讲可以 看就完了 就已经过了 你是当观也好 做什么 但实际上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综合素质 这叫做综合素质 其实综合素质我们今天所讲到的 真实的具 具的话你看 瓶子有八种未成组成 才叫瓶子 那么我们一个法师 要多少功德 你需要口才 没有一点口才的话 你坐在法座上 像我一样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下面的人天天笑 所以说这也不是很好 没有口才也是不行的 但是光有一个口才 什么其他功德都不具足也不行的 所以我在想 我们现在确实 每个人以后对佛法 对众生应该负责 要寻找真正的人才 这些人才不一定是 短短的时间当中你马上能找出来 但是起码也是 他的整个身份也好 我刚才说世间的愚民部 其实那个人我以前也基本上了解 他是一个世间人 比较典范的 也是比较在当代来讲 还是比较火的 也是一个很出名的人 但是他的出名 不仅仅是一个财富 听说当时他在读大学的时候 他在清室里面打开水 打了四年开水 据说是这样的 当时他根本没有发财 根本没有 后来他真正新东方成立的时候 他要求加拿大 美国很多的同学过来 现在我们共同创业 我们共同发财 那个时候很多同学都说了 虽然我们也一方面是 执著你的钱财 但另一方面我们要认可 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你每次都是给我们打开水 打了那么长的时间 我们信任你 你现在既然发财 以后可能不会亏待我们 不会对我们非常不好 其实人的一个人格就是这样的 现在很多汉传佛教也好 藏传佛教 尤其是藏传佛教里面的一些大德 上师也好 堪布也好 到哪里去弘扬佛法 汉地很多的 包括我们学院在内的具个别人 根本没有来得及观察 这个是什么上师 这个是什么 当下就马上了解 所以作为一个上师 也的确就像瓶子一样 他是要举走 八种未成的供者 如果只是具足一方面的 一个旁旁的身体 或者另一方面上师的功德 还有其中未成 就是没有具足 如果其中有些未成不但不具足 反而复缘子 复分子 那可能有很多的事情 以后就不好安排了 所以我在想 我们讲具的名称的时候要知道 其实很多的道理可以推 那么我看今天讲到这里 时间基本上没有 好 可是我们你要在家说 他在想问是吧 这是在家说的 你没有认识 他的态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